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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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阿肯色州西南部里项目的第一阶段已正式开工 今年年初 埃克森美孚获得了阿肯色州南部 Smackover地层12万英亩土地的使用权 该地层拥有大量里矿床 被认为是北美同类里资源最多储量的地区之一 埃克森美孚将采用先进的方法来进行生产 先使用传统的石油和天然气钻碳方法 从地下约1万英尺的水库中获取富含里的盐水后 再利用直接锂提取工艺 剩余的盐水将重新注入地下 埃克森美孚指出 直接锂提取工艺比硬盐采矿产生的碳排放量更少 需要的土地也少得多 公司预计2027年将生产出首批电池机里 到2030年让产量达到满足每年100万辆电动汽车需求的水平 此举正值能源转型推动电池金属激增之际 先前国际能源署预测 电动汽车和储能所需的锂离子电池使用量正已惊人的速度增长 2040年的消费量将是2020年的40倍以上 特斯拉日前公布的最新订购协议中 有一项专门针对Cybertruck的条款 规定买家在车子交付后的第一年内不得转售 如果Cybertruck新车主有合理的理由必须转售 那么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特斯拉 让特斯拉决定是否要买回该车 官方将按照最终价目表上列出的购买价格减去行驶每英里0.25美元 合理磨损以及维修车辆的费用对车辆进行回收 如果特斯拉不愿意买回 车主取得书面同意后可转售第三方 如果Cybertruck车主不理会或根本忘记这项规定 而在一年之内擅自转售将面临处罚 特斯拉公司可以寻求禁令阻止车辆所有权的转让 或要求车主支付5万美元的违约金 或转售收到的价值以较高者为准 特斯拉未来也可禁止该车主购买特斯拉汽车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上月表示 已有超过100万人预付定金购买Cybertruck 远高于特斯拉的年产能12.5万辆 该公司希望2025年能将产量提高到25万辆 今年中国双十一快递业务量创下新高 中国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2023年11月1日至11日 全国邮政快递企业供揽收快递包裹52.64亿件 同比增长23.22% 日均业务量是平日业务量的1.4倍 其中11月11日当天 供揽收快递包裹6.39亿件 是平日业务量的1.87倍 同比增长15.76% 此外 由于2020年几家电商平台在促销战略上进行了较大调整 也让双十一快递高峰发生了改变 2020年双十一 天猫 京东都宣布在10月21日正式启动预售 苏宁易购在10月26日宣布启动预售 双十一大促时间从一天向近一个月转变 同时改为两轮大促 这种双十一快递高峰前置 并且出现双高峰 双十一期间快递业务量再次刷新记录 有效助力消费市场恢复扩大 消费市场恢复节環台 消费市场恢复掉 消费银桜 消费割 消费赌业务土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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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